考拉到底有多蠢 这是猪脑 这是人脑 而这是考拉滑溜溜的大脑 没有一点沟壑 光滑的跟果冻一样 所以 这会压根思考不了复杂问题 比如 将它关在满地树叶的房子里 它都能活活饿死 因为在考拉的脑回路里 长在树上的树叶才叫树叶 地上的便是枯枝败叶 塞它嘴里都不咽 考拉一日三餐都是安树叶 不是它有多喜欢吃 主要是这玩意 没人跟它争 毕竟安树叶有毒 吃多了就会晕乎乎 所以你见到的考拉 不是一脸呆滞 就是在睡觉 前者是吃多了安树叶 产生了幻觉 有些还会四处乱跳 直接摔到地上 幸好脑子光滑 脑挤叶也多 能起到缓冲作用 即使摔倒石头朝地 考拉也没多大事 而后者则是为了解毒 刚刚吃完安树叶的考拉 就会睡上个十几小时 来缓解体内的毒素 睡醒再继续吃安树叶 接着中毒 然后接着睡觉 日子过得相当的充实 虽然考拉的智商是个麻瓜 但她却是澳大利亚警方 最头疼的动物 只因她的指纹 与人的肥肠像 不经过专业的鉴定 很难区分出 曾经就因考拉在犯罪现场 留下一枚指纹 警方便严刑考打落网的犯人 让她说出犯罪同伙的信息 此话一出 犯人瞬间猛逼 什么犯罪团伙 老子是单干的